我他妈的三年多没有姓生活了 你说我去医院 我叫你 就挺无语的 事件是这样呢 前几天我开开心心 有意义快快地打开我的私信 发现我莫名其妙被人认成了 推特上小黄片的女主角 我说他妈的前段时间为什么 所以有人问我说 在谁你玩吧推特 我玩你的 真的家人呢 我真他妈无了个大意 我见过他妈说 我长得像他前女友 像他下一任女友的 还说我长得像S 你说说我长得像S 我就认了 毕竟不少M找我 你他妈的 说我长得像他妈的 推特小黄片的女主角 我X你干妈 你他妈在那里 你说哪次拍视频 拍视频不给自己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 我也没穿过那种 很暴露的衣服拍视频 我玩也是拍过的 居然还在那边 那个视频 论论区他妈推理 推理 他妈的在那推理 他不看照片 看到一个 都感觉长得像你爹我 男人们 我上次这么无语的时候 还是有人私信我 说我在知乎 被人莫名其妙地骂了 然后我还去知乎 特地看了一下 说人家知乎那些人 骂我骂我 骂我这骂我那 那你说人家 至少看过我的视频 人至少 人至少说的是我好家伙 这次好了 直接造调 那些觉得 推特里的小视频里 你的TS 是我的人 你看好了 好 你看好了 你爹我长这样 不要天天看到 哪个女主 我都觉得像你的爹 天天认贼做父的 臭不要脸 他妈的三年多 没有信生活了 你说我去圆 我教你